從公務人員的身上下手 先從公務人員身上下手 因為公務人員 你是拿了這些不想生的納稅人的錢 搶救少子化危機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李喬如 七年前在議會質詢抓公務員開刀 自認點子王 但李喬如這個idea很驚人 30歲以上公務員 每一生孩子烤雞吃餅等 生兩個 已等 想要假等得生三個才行 凡30歲以上到58歲者 沒有生的人不得參選任何一個 民選的公子 我保證大家都生 這個部分我也很抱歉 我一世人插政地 我也是一樣不分不生 我想全世界只有在非常獨裁的國家 才有可能說限定要求規定 時任高雄市長的陳菊 直接打槍李喬如的獨裁構想 當時也引起許多網友打罰 應該更深入去了解真正治本的方法 而不是功課做不足 然後隨便找人開刀 不止少子化問題惹意 李喬如操作捕狗議題也挨轟 2013年李喬如提案 賤請高雄市府增加捕狗大隊人力 調整成24小時捕狗 以免流浪狗成為城市支流 被動保團體質疑 議員帶頭殺開血路 李喬如現策求表現 只是問政秀過了頭 罵聲比乎升高 記者黃明鈞 邵玉敏 高雄報導 請問政秀過